尽量如果你都有那种已经有慢慢越写越顺的感觉的话 那以后考试其实就这么顺 而且如果考试只有考五类的话 其实就是很快的 我觉得大概没有几分钟应该就可以通过这个考试了 所以如果只有考五类感觉好像真的不过瘾 所以我可能还是会把一到九类都讲 那当然你可以量力 如果你要取得相关证照的话 那其实如果你要入这一行 就一个门槛 你有没有证明说你有没有一些东西 那我觉得你如果没有工作经验 那其实证照会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选项 而且反正就是已经学了 你如果学了你没有一个结果 其实蛮可惜的 而且像这种课程外面 你不见得可以报到这种课程 因为目前这个证照考试的班非常非常的少 你们Google找一下 应该没有这种好像这种课程 因为主要可能还是要有师资问题 要老师会教Python 而且老师要考过Python 而且老师也要愿意乔这个课 我觉得这个挑战性其实不低 OK 所以如果你在已经有这个机会 而且我算是已经算对这蛮熟的 然后对于整个考试流程各方面也都应该都差不多知道 因为昨天才去跟电脑经验经济开会 他们要再做物联网做一些机器学习的一些证照考试 对所以之后的话你会发现一直往前推进 后面已经回不去了 而且也不可能改变了 所以以后你会发现每个人会写程式其实没什么好意外的 就跟你看我发现台湾从我很小的时候还有很多什么文盲 有没有 那时候还讲现在根本没有什么文盲 现在电脑盲 可能就网路盲 现在可能手机不会用一个手机 3C盲 对那未来可能你要能够再做更多事情的话 还是都要更往上一层楼 而且有的时候你会跟不会的人真的你的机会就是不一样 像比如说我会 其实我出门在外 比如说订房订票订机票 出去旅游行程规划 还有怎么样找到最适合的你的这些相关讯息 你都要懂这些技术 如果你不懂 说真的 我觉得你就是弱势 像比如说你要订火车票 但现在火车票已经有QR Code 我还试过 我真的可以用 就是订好直接手机上缴费 直接就可以去坐车 直接就过关了 然后呢 你就很舒服的可以享受你的旅程 躺着就可以吧 然后到了就可以下车 然后玩累的上车又休息 然后又可以吃喝 对不对 多好感觉就是一整个就是幸福 对 但问题前提这个幸福不是凭空而来的 你要还是要第一要学一些东西 你如果不学说真的 你怎么会幸福 像很多人 我觉得像到我这个年纪很多人都不学 不出去都在宅在家 一直工作一直工作 好像那一天才跟一个 我们的另外一个地方的班主任 他一直希望我多开一些课 反而我比较关心他的健康 说你有没有凉血压 你有没有去做健康检查 他说没有 他一直工作一直工作 你知道这年纪还是要注意一下 不然的话 没有 这 就是人生嘛 OK 好 那再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 回圈倍数总和 这一题的话 其实也非常简单 意思就是说 5的倍数 的总和 也就是输入21的话 他为什么是50呢 就是说 他会从1开始跑 1到21之间 能够被5整除的那些数字 帮我加总起来 所以呢 1到5 有没有被5吗 然后到10 所以5加10加15 再加多少 20 所以加总的结果就多少 就50 OK 所以应该懂这逻辑很简单 但是你要怎么把这一段程式写出来 OK 应该有个底 你要能够有那个感觉 有那个feu 有没有 然后开始动手 然后动手很流畅就把它写出来 那你基本上就是对了 其实我觉得也没有很困难 刚刚我讲过的东西应该都OK 我大概叙述一下 基本上我们是这一题 那我把它弄一下 比如说我弄这个21输入好了 然后他丢给A 然后Enter就50出现 就OK了 你如果交卷的话 你这一题就得分了 那基本上大概几个重 E一样把这个21输入到A 所以我们就是这个21一定要有个A可以放 OK 毕竟叫A 这X也可以叫什么其他名字 那丢过来给他 再来一定要跑回圈 所以初始是一个结果 for回圈的话就最关键 for回圈的话基本上从1开始 一直加 加到21 所以21要加1 OK range的部分 然后能够被5整除的话 所以这边的话 你如果用step 可能 step 其实也可以 只是要从0开始 如果你用step的话 你1 1不行 1就变6了 所以你 那当然呢 如果用逻辑 用那个 所以我们 I 从1开始 到这个21 加1 就21 那这里面的话就要逻辑 如果能够被5整除的才累加 如果能够被5整除的 有没有 才累加 累加刚刚有写过 ANS这个 等于ANS加I 或者我刚刚讲过另外一个写法 ANS 加等于I 两个方法都可以 OK 那最后就把这个ANS print出来 结果都OK了 有没有 很简单吧 你看比我们上课立体还简单 OK 这里吗 因为如果你到21的话 那 就是变成说21就停了 才变成1加到20而已 不过其实结果应该也是 也是 是一样的 只是说城市是不对的 因为你少跑最后那么一次 城市一定要100分 我跟各位讲 就是精确性反而更重要 你不能说城市 写差一个地方 最后你假设上线之后 就是灾难了 每次 不要找钱 每次都少找人家一块钱 就没关系啊 一块钱 跟你讲 最后就会是大灾难了 对一块钱 像银行为了一块钱 他可以 一直不能下班 就是为了找 为什么差一块钱 账不贫 对不对 OK 城市也是一样 一定要 完全很精确的 所以理论上 城市尽量你写慢一点 没关系 你就是 不要急躁 宁可慢 没关系 一定要精确 如果你有这种精神 我觉得写城市 其实还蛮OK的 蛮愉快的 没什么问题啊 而且工作起来 就是一种蛮愉快的经验 而且我觉得 在我这个从业过程当中 反而也受到人家的 很多的那种专业的 就是大部分都是关注 都有很感觉 就是你是一个专业人士 会给予你一适度的尊重 对对对 这感觉就蛮好的 还有另外千万不要把自己的 就是你的类型一直不断的荡下来 因为为什么现在很多工程师跟工人 比工人还不如 因为你让人家予取予求 而且不断的压价钱 然后你自己没有更多的料 因为你变成你一直在付出 然后你又没有继续学习新的 所以变成你会被剥夺 然后一直压价 最后就是变成恶性循环 所以应该是往正向循环 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那个304这一题弄一下 城市真的只有六行 好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尽量不是用背的 像这种东西 也不需要去特别去背它 OK 城市如果可以很流畅的 把它写出来的话 那以后你会发现 写城市其实还蛮愉快的 而且以后也没有人要逼 逼着你要写城市 你会觉得好像来写一点词字 也还蛮好玩的